大家好,我是四海的編劇導演韓韓 也不醜 我覺得還是碾壓了99%的手寫體吧 但是年輕的故事呢 放在那個海報上就沒有那麼好看 我們當時派了一個船的那個海報嘛 然後跟設計師就研究了一下 也覺得四海放著就好看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也沒有啥別的那種原因啊 含義 好像就純粹擺上去好看就是了 那我們每個鏡頭都是好看的 不好看就不下不下鏡頭呢 大家在大螢幕裡面看 你要一個隨隨便便找個地方機器一下 我覺得也不好 而且很多時候它真的在於導演自己有沒有這個心思吧 就不在於說你要好看的地方一定錢花的很多 有很多很美的地方的 這些東西一定是相互相成的 就像兩個人 我相信如果他們感情非常非常好 那其實無論在什麼樣的景兒裡面 它都能夠感受到非常深的浪漫 但是呢在更漂亮的地方呢 我相信一定會更方便一些 而且我相信對電影院裡的觀眾 他們的視覺上的享受也更好 其實沒有 但是島嶼上會好操作一些 因為島嶼有一些環海的公路 它第一呢好看 第二就是對於我們操作來講會方便很多 否則我們找沿海的公路 比如說無論是廈門 汕頭 這些都是主幹道 我們沒有辦法在上面操作 挺多的 我覺得我現在要把四海的劇本 再給別的年輕導演說不定還能再拍一個電影 跟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是比較習慣有的時候 看到演員 然後跟演員稍微的互相了解一些 根據演員來寫故事 所以到最後演著演著就會有一些差別 先有故事 因為還得要給演員看劇本 這是一個互相選擇的過程 所以跟演員最好的 就是一開始肯定是互相選擇 我覺得演員不錯 演員覺得這個劇本不錯 互相選擇完以後大家雙向奔赴 這諧音梗在片子裡面還蠻有意思 作為起名來講也還行 諧音梗本來滿分就只有四分 從梗的角度 那這個三分還行 就不小心起名起成這樣了 自己也沒注意到 對 哎呀但這個真的是屬於拍電影裡面 特別特別常見的 我們其實不是怕漲潮了以後 大家站在水裡工作的辛苦 我們怕的其實不接戲 因為拍片要比這個辛苦的別的組 什麼的其實多的多了 別的都不說 好多其實都是在 四十度的高溫和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溫拍攝 機器都開不了多久就沒電了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在二十度左右的氣溫下拍電影 已經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了 嗯不算是 但我覺得也算不上很省錢吧 就我覺得算是公道的 而且類似的 就比如說有些導演說我很省錢的 但照著這一模一樣的我覺得不一定能夠照著這個成本拍得下來 先是不虧本 因為我們的製作成本也不算小 不虧本就有機會繼續表達 包括我有的時候看到就很多批評電影的一些文章 就寫的真的很很棒的 而我當時在拍的時候我就覺得 哎這個地方可能我們只能用這個方法 稍微 哎那個 你不叫糊弄過去吧 就稍微給它捋過去了 哎但是就被這些人一眼就看出來了 然後還能指出來 他們說你可能用一些別的方法可能就會好一些 我覺得說的很有道理 邀請大家在電影上映的時候來看這部電影